Hello 各位好 跟大家见面了哈 其实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点什么呢 今天介绍一个 嗯 关于Jobbox 很多人还用Jobbox Jobbox是最早的也是 现在也是最流行的 后来就有Google Drive 然后就跑出来是OneDrive Microsoft的 他们都是可以实现什么 可以实现你的文件同步 可以把客户到的文件上传到他们的宣布 所谓的云端服务器里面去 但是 你就想到我们的文件全部 传到他们那里去 Google好像就有一个策略 意思是说你传上去的文件是属于他的 不是属于你的 你只能够看而已 那有人就问了 如果我想更安全一点 自己做一个Jobbox的服务器 可能吗 这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个软件 就叫ThinkThink 好 那ThinkThink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它实际上呢 它原本是一个 所谓的P2P的 双方能够同步的 两个设备可以同步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它 不但可以P2P 就是一对一 它可以一对多 就是你一个设备可以跟多个设备同步 那这样的话一个设备跟多个设备同步 就相当于它的服务器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多个设备跟多个设备同步 那这就更厉害了 甚至比Jobbox都更厉害 是不是 它可以实现一种 所谓的网状 就是Net 或者说人家叫Mesh 一样的同步的模式 多个设备 对多个设备同步 就是交织成为一种网状 所以你的 如果你有很多设备的话 那么你的文件会 就会同步到所有的设备里面 就显得更安全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这个 ThinkThink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的原来的介绍的话 也就是看一下到 这个地方 ThinkThink.net 这就下载 我们到了这个网站的话 没有很多奇妙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软件 你就可以直接点下载就行了 是不是 下载 然后在这个下载 这里面就到了这个页面 它有一个Portable的版本 也有个安装版 那么如果我们的设备要 长期同步的话 我们可以下载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运行它了 你看它就有这样一个 Application 可以运行 好 好 那这个它这个是叫什么 它叫SyncTraser 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另外一个 我好像装了两个 对 它这里叫SyncTraser 这个SyncTraser是一个 好几个 好几个 它是帮你设置好的一个 打包的一个软件 那么启动以后呢 它就有一个系统的 所谓的托盘图标 它在这个地方有个托盘图标 可以显示出来 那你右键点击打开它呢 打开双击打开它 你就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当然我这里的界面的话呢 我已经有几个设备在同步了 你看我这一个 我这个我当做服务器用 我这一个设备就跟三个不同的设备同步 那么你可以看到三个设备的 显示出来的状态 好 其实这个设备是在这里面显示出来的 那么怎么样用呢 首先是 一双方都安装好 这样一个软件 打开这个界面 然后呢 你要把对方 加到一个remote device 就是这个remote device的列表里面 你怎么加呢 你首先你要秀出这个ID来 秀这个ID 然后 把这个ID相互之间复制下来 然后呢 你就 到这里面去 添加远程设备 这个 添加remote device 这个 你把这个设备来复制下来的话 你配置的 或者怎么样 配置到这里面去 把这个刚才那个设备号码 嗯 其实这个sing thing 还是比较聪明的 如果你有两个设备 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它会自动显示出一个临近的设备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择 刚刚这里面显示 好像所有的设备都加在一起了 所以呢 把ID放进去 去给它取个名字 my device 或者说 my f 你可以加cell phone cell phone上面也有 你可以加 加进去 就可以把对方加进去了 对方加进去了 你再启动另外一台sing thing的客户端的话呢 他就有一个提示说 某某人要加你好像加你为好友 类似这样的 你要不要加入对方 你就选同意 我这就没有演示这个加的过程了 就是非常直接 主要是要拿这个ID 那么加进来之后的话呢 你这里面 对于每一个设备来说 都有一个这个folder的这个列表 folder是跟这个列表 你可以加folder 就是你想哪一个folder 进到这个里面去同步的 比如说 这是你的指向 你可以在你的 这个 我叫做所谓的文件管理区里面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文档 比如说 你说我的文档 你想把我的文档 放进去同步 去哪里找这个文档呢 我们来找到他的 如果我们点文档的属性的话 我们知道了 这个文档的location 是这个 所以我说 我只想同步这个文档 那么你就可以加进去了 好 看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 同步第一个 好 把这个放进去 我想同步这个 这个 然后 显示出我的名字的 MyFox 然后folder ID 你不用管它 然后你想跟哪一台电脑同步呢 然后你可以选择 我想跟这台电脑同步 选择 选择 它就已经 显示出你的同步列表出来了 当然 那在另一个 另一个设备里面 你就要选择你是否同意了 同样的 你是否同意 我的另一个设备 好 我的另一个设备已经显出来了 它说 这台Home Server 要跟你同步这个MyDocument 你需要加进来吗 加 加进来 然后 它还有一个 就是 可以让你选择 你想同步到哪一个 本地的文件夹 可以让你选择 你可以选择本地的文件夹 你可以 放到地盘 或者其他地方 这个是可以随便改的 也就是所以 实际上就告诉你 对方的文件夹 跟你 本地的文件夹 到底是哪一个文件夹 需要来同步 好 这样的话呢 你 去折 它说 如果没有的话 它说这个文件夹 已经是处于另外一个同步的文件夹 里面 所以我们 看一下 地盘看一下 我们有没有 地盘有一个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在地盘里面选择 MyDoc 好 把它放到地盘去 好 那同步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这里面 还有一些 一些功能 比如说文件的 版本 这个文件版本 就很 很神奇了 你可以选择 不同的文件的 版本的方式 一共保留几个版本 你看 简单版本方式 五个版本 所以在你对文件进行修改 删除的时候 它会保留最后的五次的更新 那有这个功能的话呢 实际上 它就实现了 类似像Google drive 或者说 One drive里面 的那个版本功能了 实际上 所以它这样有版本功能的话 实际上 相当于 白卡 相当于备份 好 确定 来 我们来确定一下 确定以后 它就会 两个设备 就会开始同步了 那这个软件呢 这个软件呢 如果你初次接触的话呢 可能 不是 不是 特别的 顺手 好像 但是你一旦了解它以后 其实是非常简单 因为 那它的好处是 完全实现了 实用的这个 数据同步的 所谓的云的功能吧 那它这个 不但在本地网可以同步 它可以穿越防火墙 因为它用了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 中继服务器 或者说 一种 代理的 服务器的功能 所以它可以实现你 两个设备在不同的网络里面也 只要能联系互联网 它都能够实现同步 好 今天的介绍就是 介绍就是